今天我们讲什么呢?就是广春西方必要 大家今天来的呢?大部分是局势 也有的第一次看阿宁 了解一些 以前没有看过 今天可以给大家一种看的 我们今天课程从哪开始呢?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哪里? 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真的存在? 我们经常说广春西方 广春西方 那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存在?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在地上 实际上我们在哪里? 我们的地球在哪里? 我们的地球是不是也在天上? 也在天上 就是地球 所以我们离阿宁头头远不远 我们也在天上 他也在天上 所以我们要学佛的人一定要有天人的格局 天人合一的格局 那么今天的西方科学呢? 导致我们今天的视野很狭隘 狭隘到什么程度? 我经常坐地铁的时候 看我们的人都在看什么? 全是iPad、iPhone 书也都看了 全是电子产品 戴个眼镜 然后拼命地在看 然后要下车了还是知道这样 看一眼门 然后再下车走着躲还在看 所以我们的视野多远啊 多大啊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自己这么大小的地方 一回到家以后 马上就是电视、电脑 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个视野 所以我们很少知道我们在天上 那么你要记住哦 你要是老是感觉自己在这里 你将来有一天 我们说要往生的时候 你会去西方吗?去不了啊 因为西方离我们十万亿佛土啊 很远 所以你老是你这一生两年的习惯 你就是离开自己就这么远的距离的话 你怎么去那么远 所以我们在西方考察了圣经的时候 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故事是什么? 就是当时有一个妇人去问耶稣基督 完了就是我怎样能往上天堂 耶稣基督说很简单 说你把你的钱圈出来给穷人 不是给我 耶稣基督当时也是游学教学的 他没有道场 不需要钱 他说你借给穷人 然后给我来修道 你看他也叫修道 他不是说你赚了钱 然后你就往上天堂 然后那这个妇人就听了以后 摇摇土走了 走了以后呢 他的弟子就问耶稣基督说这个人能上天堂 然后耶稣基督就说了一句话 说如果让妇人升天堂 比让那个骆驼从那个针孔里面穿过去都难 这是一句有名的话 这是什么道理呢 他说一个人他的心在哪 他将来就会去 因为我们在座的各位 你要往上西方 你的心在哪 所以义佛念佛 发愿往生 所以你的心在哪 你的心要经常在极乐世界 你才有这个强烈的愿力 才能驱动着你去真正的去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是说你在这个城市间 你把钱放在银行里 你把钱放在这个存子上 你下一生 你耗钱的话 你会来哪里 你的钱在这里 你下一生 你一定回来 还要找我们的钱 他要去找 谁把你的钱花 你找他去讨债的 你乘者走的时候 账上存了十万块 还是一千万的 就回来 谁把我们的十万块拿走了 我要讨债了 所以说这个 为什么我们说是 父子之间 父女之间 亲友之间 通常都是什么 还债讨债这样来的 为什么他的心在人间 心在银行上 心在存值上 心在房子上 豪宅上面 他还有个马赛币 刚买了个几天 现在就走了 回来看看那个车怎么样 他说他一定回来 那么一定回来 他那心在这里 说他会回来 那他回来 是不是一定能得到一个人生呢 未必 为什么 当我们知道 我们去世的时候的人 在佛定上叫生龟波壳 什么叫生龟波壳 就是活着的乌龟 要把那个乌龟壳 从他背上撕下来 你说那乌龟疼就很疼 很疼 这一疼以后 你就生成分心 这个时候 我们经常不修炼的人 不懂修炼的人 那么就是说 当我们不经常在活着的时候 就从自己的躯壳里 进进出出的话 你要走的时候 才把它蒸络出来 就很辛苦 就很辛苦 那个时候是疼痛的 所以走的时候 人为什么僵硬 他就是疼痛的 神经紧张 然后肌肉紧张 然后人就是僵硬的 那么往生西方的人 或者修成一定果位的人 他去了善道以后 他通常是身体发软的 我们经常说灭佛人 有谁走了 去了西方吧 他身上放着香气 然后身体发软 为什么 他经常活着的时候 人家就往西方去 对不对 他心就在西方 所以他从自己的这个躯壳里面 念着念着佛 就去西方听经了 念着念着佛 就去西方听经了 然后看就怎么样 走的时候 人家就没有痛苦 因为已经习惯 从这个房子里面 进进出出了 从自己的躯壳里 进进出出了 所以他没有痛苦